传许家印致信习近平表忠心 却被习近平亲手引爆 中共第七号人物或已主管对美外交事务 克里直通北京 习近平被报 拒接澳总理电话 华春莹战狼式反弹 真的慌了 国家电网召开紧急会议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9月28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Jennifer 旅澳中国法学界作家袁洪斌 最近在网络上透露 北京官场目前广泛流传一个说法 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对恒大断贷 都是习近平的命令 是习近平亲手切断了恒大的资金链 习近平不仅不会出手拯救恒大集团 甚至可能主动点燃了恒大爆雷的导火索 许家印还曾经求见习近平 但被拒绝 万般无奈之下 许家印写了一封信 辗转送到习近平的手中 袁洪斌分析 习近平点燃恒大爆雷导火索的两个原因 首先是为实现在二十大上连任 因此习近平需要提前打击 权力斗争中的对手 也及恒大背后的曾庆红及温家宝家族 当中又以曾庆红为主 袁洪斌透露 曾庆红不久前在中共官场私下散布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十二次评语 邪门歪道 愚蠢绝伦 害党误国 显然是要在二十大前 在政治经济领域给习近平制造麻烦 而习近平选中恒大来打击增加 也是有敌放施 袁洪斌从北京消息人数获悉 恒大出现危机后 许家印曾经求见习近平 但被拒绝 万般无奈之下 许家印写了一封信 辗转送到习近平的手中 袁洪斌说 信件的内容在传送过程中就被泄露出来 据说在信里 许家印主要向习近平说明 他当年之所以和曾经红包弟曾经怀 与温家宝夫人张培莉走得很近 原因是当时曾经红是中共国家主席 温家宝是中共总理 他们的职位说明他们是代表了共产党的 我跟他们走得近 就是跟共产党亲 但现在习近平成了共党的领袖 许家印当然要改换媒体 他奢望通过这样一番投名壮士的表白 习近平能拉他一把 习近平打击恒大也有第二个原因 袁洪斌认为 这是习近平全面回归毛时代的重要一步 正如对海航的处理一样 当局将民营企业逼上破产的边缘 于是民企不得不交出股权 任由所谓的国家来接受 习近平通过这套程序 强迫民营企业国有化 至于恒大爆雷可能会引发中国金融风暴 习近平完全清楚 袁洪斌分析至 恒大刺激下大量民营企业会陷入濒临倒闭的困境 然后不得不把权转让给国家 这反而让习近平能够掌握更多的远属民营企业的资产 对习近平来说反而是一个利好 所以他并不担心恒大引发的骨牌效应 习近平也不会承担经济上的灾难性后果 相关重大经济损失是要由几百万中国式的经济难民来承担的 华尔街向来与中国有深入连结 在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二度访中之前 中美金融援助会议联席主席高盛集团前总裁桑顿不顾白宫反对 曾先访中六周 这次访问被与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相提并论 桑顿此行到访新疆 还与国务院副总理韩正讨论中美关系气候变化等议题 而近期迹象显示 韩正似成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之下负责对美外交最高官员 明报分析桑顿访中有两点资讯值得关注 一是桑顿与韩正讨论不限于气候议题 包括新疆等中美关系的广泛问题 这显示中共政治局7号常委 韩正似乎成为习近平之下北京负责对美外交的最高官员 而克里两度访华 视讯会见的中方最高官员也是韩正 似乎印证了这一点 二是桑顿告诉韩正 他认为克里不仅是美国在气候谈判方面的指路人 而且是美中关系的总负责人 此谈话若真 则意味拜登政府将绕过国务卿布林肯和亚洲事务主管坎贝尔 有直通北京的管道 值得注意的是 桑顿的中国行 多个行程都曾建筑官方与相关机构公开 如中共生态环境部发布 8月23日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 在京会见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名誉主席桑顿 隔天他到访北京清华大学与校长邱勇会晤 8月28日 又在北京与曾有国师之称的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郑碧尖会面 67岁的桑顿 2003年从高盛集团退休后 曾在北京主持清华大学EMBA的全球领导力专案 兼任教授 他现任巴利克黄金公司董事长 布鲁金斯学会名誉主席等职 2008年被授予中国政府友谊奖 还被评选为改革开放30年来 对中国发展贡献最突出的15名海外专家之一 澳洲总理莫里森在和美英达成澳英美军事安全合作伙伴协议后 于9月26日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节目 面对面专访时表示 习近平已快两年没接我电话了 提及澳洲关系问题时 莫里森表示澳洲交恶 中共为始作用者 对此华春莹强烈反弹 再度展现了中共的战狼形象 当莫里森被问到澳大利亚是否被中共解破时表示 澳洲关系面临困难 澳洲将保持弹性 继续坚持澳洲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 针对上述言论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9月28日回应称 澳大利亚表面说一套背后做一套 甚至明目张胆的捅刀子 并称当前中澳关系的困局是澳洲一手造成的 不是中方希望看到的 莫里森此前访美 主要是参加拜登9月24日 在白宫主持召开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领导人峰会 美银表明将协助澳洲打造核潜舰 主持人表示 澳大利亚引进美国核潜艇 是否会让北京感到更多威胁时 莫里森回应说 由于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 距离任何国家都很远 因此需要远端武器 因为澳大利亚寻求一个战略上更加稳定的印太地区 对于四方安全对话机制 莫里森表示 这是个很积极的联盟 并非为了反对某事 而是为了支持某事 主持人追问莫里森 中方会接你的电话吗 莫里森回答说 不会 莫里森表示 澳中之间的外交沟通冻结 并不是由于缺乏机会 多年来机会一直都有 可是北京目前不感兴趣 而那是他们的选择 而澳方的电话始终是开放的 此次四方安全对话峰会 正式议题是科研合作与交流 但实际上 美国总统 日本首相 印度总理 澳大利亚总理 9月24日在白宫会晤 主要还是谈论如何抗衡中共 根据美国的构想 四方安全对话应当构成 抗衡中共一带一路的同盟 四国在会晤中 谈起了不少交流和投资项目 还谈起了半导体供应链 摆脱对中国5G技术的依赖等问题 莫里森在面对面节目中表示 澳中关系遭遇一些困难 这是中方起的头 2020年4月澳洲带头号召国际调查新关系员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佩恩 在2020年4月19日表示 澳大利亚政府坚持要求 对新冠病毒来源等问题 进行独立的国际调查 澳洲的呼吁引来中共当局的报复 其对澳洲产品实施了一系列经济制裁 禁止澳洲煤炭、葡萄酒、大麦和棉花等产品进口 澳洲与中共由此交恶 中共对澳大利亚葡萄酒、牛肉、大麦、龙虾和煤矿等商品 可高关税 企图重伤对方经济 迫使对方让步 然而 根据国家电网微信公众号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9月28日 召开网上供电紧急电视电话会议 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辛宝安表示 要把电力保工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 确保接下来中共国庆供电以及民众过冬用电 他还承认 目前电力供需形势面临着新的考验和挑战 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辛宝安说 今年以来 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 电煤供应持续紧张 主要流域来水偏枯 暴雨洪涝灾害频发等挑战 公司克服了种种供电的困难 但进入9月份后 受多种因素叠加影响 电力供需形势面临着新的考验和挑战 他说 全公司要把电力保工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 最紧迫的政治任务 全力以赴保障电力供应 新保安提出六大工作重点 一要坚决扛起电力保工责任 二要坚决守住大电网安全生命线 三要加大电网跨区跨省资源调配力度 四要全力守住民生用电体现 严控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用电 五要积极营造良好共用环境 加强向政府部门汇报沟通 六要全力做好国庆保电与迎风渡冬准备工作 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国庆佳节 日前 东北地区对民生用电限电 国网东北分部 山东电力 辽宁电力 也在这次会议做电力保工专题发言 9月以来 中国南北多地拉闸限电 中国电力短缺扩大迫使一些工厂停工 当中包括苹果和特斯拉供应商 野村证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挺认为 这场冲击波可能会蔓延并影响全球市场 全球都将感受到纺织品 玩具 机械零总线的供应收紧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